一名31岁男子涉嫌在公寓杀害和肢解多只猫咪 现场散发出浓烈的刺鼻恶仇后 引发邻居和屋主怀疑 进而向警方报案 这才揭发这起恐怖事件 事件是这个月11号 在吉隆坡交赖皇后镇的某栋公寓被人发现 动物协会在脸书上传多张照片 显示嫌犯住家内巡获了不少猫咪尸块 还有猫咪的器官被浸泡在水中 令人发指的是 嫌犯还将猫咪打成肉酱 作案现场部门已经腐烂的猫咪遗体 由于邻居男人一位 于是联络屋主赶紧来查看单位情况 屋主发现后大吃一惊 但是报案后 警方却以没有执法权限为由拒绝调查 动物协会指出 警方其实可以援引刑事法典第428 虐待动物条文展开调查 有关协会也通知不成授医局 希望相关单位尽快采取行动 对付残害动物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